在河北省的一个村庄里 一位妇女正在自己家的田里干农活 妇女干活正想歇一歇的时候 忽然一声轰隆声从上空传来 女村民赶忙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闪着白光的物体 直直地从天上掉了下来 飞快地朝着不远处的小树林飞了过去 最后便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村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真的是天降陨石吗 下面就随着史说来一起揭开天降物体的秘密 还请各位朋友点个赞和关注 长按两秒赞能触发红包奖励哦 女村民吓了一跳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她一边疑惑一边继续地干农活 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天空突然又传来一声巨响 一个比之前还要大的白色物体 再次从天而降 就落在了树林旁边的一条河旁 在女村民临边的田里 还有一位男子 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大跳 抬头一看 一道白光直直地朝着自己飞了过来 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 这个不知名的物体 只是从头顶划过 落在了自己身后的不远处 男子还以为是飞机扔下来的炸弹呢 但是过了半天 也没有听到爆炸声 而自己一个人又不敢过去看 就怕自己找到它 爆了就坏事 两人都不敢多想 立马收拾家伙 我被回家 就在这时 一辆摩托车从路边经过 阳性女村民赶忙喊停了摩托车 然后说道 刚刚自己碰到了一件怪事 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白色发光的物体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落在了那边的小树林里 也不知道是个啥 响声还挺大 经过短暂商议 二人决定结伴前去查看 两个人刚走到树林 大老远就看见地上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 看到东西 村民更加纳闷了 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当时有村民还笑称说 还以为是外星人的飞碟掉下来了 心想这回可开了眼界 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当他找到空中掉落下来的物体后 发现这东西白花花的像是冰块 村子里发生这样稀奇的事 还是头一次 事情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团开了 好奇的村民纷纷跑去看热闹 纷纷好奇的说道 这好端端的大晴天 怎么会突然掉下这么两块巨大的冰块呢 一时间村民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是无根之水 吃了能够治病 也有人说这是从太空掉下来的陨石 一些大胆的村民 竟然将这不知道是啥的东西 放到嘴里品尝了起来 闻讯赶来的村支书见状 连忙制止品尝冰块的村民 村支书告诉村民 这东西来路不明 可不能随便乱吃 小心吃出毛病来 还是村支书就是见多识广 当场就决定将这些冰块收集起来 暂时存放到冰箱里 随后看热闹的村民 也散去了 可这时的女村民 却一个人返回了小树林 失落地蹲在地上 看着碎落的冰块 直到家里人找到她 这才说出了心事 原来刚才有人说 这冰块是宝贝 吃了可以治病 留着肯定能卖钱 这冰块本来是自己先发现的 当初怎么就没有留下几块呢 然而另一位目击者的村民 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东西就是普通的冰块 平时遇见夏冰宝 也没见有人把它当作宝贝 就连村里的老大爷都知道 这就是普通的冰块 没有什么稀罕的 可杨秀琴偏偏不相信 一直懊悔当初 没能留下几块冰块 但是在村子里 确实就有人 把这块冰当作药材 天天舔食 别人怎么劝都不行 当天晚上村支书就联系了专家 希望专家能过来调查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村民们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说这是冰雹吧 它的个头是非常大 而且还在一起粘连着 这会不会是一种特殊的冰雹呢 专家联系了县气象局 气象专家 根据当天的天气数据 因为冰块的出现 与天气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当时天气万里晴空 气象也十分稳定 根本没有形成冰雹的条件 当气象专家 看到村民拍摄的冰块照片时 更是一口否认 这肯定不是冰雹 根据村民的说法 这个物体在地面上摔碎后 碎片直径也有20多公分 重量也高达1000克 那么大的冰块 根本不可能是天气原因形成的 虽然不是大气层内形成的 那应该就是在大气层外形成的 若真是外太空形成的 那就算是陨石了 于是专家立马联系了 天文馆的陨石专家张教授 张专家对陨石的寻找十分热心 从来不会无视任何一条线索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赶往村里 经过初步检查 冰块撞击地面形成的坑 足足有两个脸盆那么宽 深度有30厘米左右 张专家一看到现场 就推测冰块的体积应该不小 最少落到地面的时候就有50公斤 张专家非常兴奋 难道这是史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记录的陨冰 陨冰毫无疑问 就是和陨石一样来自外太空 由于外太空是由众多的星体组成 有的彗星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冰块 所以陨冰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 陨石进入大气层以后 会被摩擦产生的高温足以将陨冰融化 从而变得非常小 即使是铁陨石 其内部都会因为高温而被烧成融化状态 这从天而降的可是冰块 如果连铁都无法承受大气层的摩擦 那么冰不是应该更容易发生融化 那冰能穿过大气层落在地面上吗 专家解释说 由于铁陨石的导热性非常高 所以摩擦的热量很容易在内部传导 从而引发整体变化 巨大的冰块从外太空落入地球 理论上是可以落在地面的 可是到目前 世界上还没有一份正式被发现的陨冰记录 陨冰到底长什么样子 又有哪些成分 没有人知道 因为陨冰不像陨石落在地上以后 不管多长时间 它都存在 而冰大家都知道 几小时不放在冰箱里面 在炎热的夏天就会融化干净 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个调查人员突然想到 以前看过的一本书中的内容 上面写道 飞机上的污水和地面上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飞机上的大小便便是冰块状 但正是因为飞机为了防止有异味 就把排泄物用冰块冷冻了起来 这时大家都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 难道这块冰就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排泄物吗 于是专家又请来了飞行安全专家张玉东 张玉东解释道 飞机中的卫生间污水 每次在飞行结束之后 都会通过管道排空 但如果管道的盖子没有盖岩式的话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就有可能从缝隙渗出水来 由于高空温度非常低 通常在零下几十度 所以飞机渗出的水 就会结成一个大冰块 在高速飞行中脱落下来也说不定 但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冰块 为什么又会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呢 原来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 由于发动机对空气的加速非常大 所以当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 地上的人就会听到轰鸣声 由于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相对地面的人来说飞机是非常小的 再加上有云层的遮挡 有时候就很难发现有飞机经过 所以在飞机从空中经过的时候 正好结成的冰块脱落了下来 就形成了这么一件事 这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些把这些冰块当成治百病的药材 舔食的村民 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忠心的希望他们不要有心理阴影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千万要相信科学 封建迷信不可信 这件事情还告诉我们 遇到事情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做出以身尝试的决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这块天降冰块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 请不吝点评论区留言论区留言论区猛